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珍小柳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全日总结》 身边嘉宾请来要财证券事务总监郭长 郭施哲先生 郭长 你好 你好 我和你总结一下今天的市况 在总结之前 先和大家跟进一下内地收了市的情况 上证指数升25点 报2,928点 深证城指升7点 报10,307点 沪深300升20点 报3,109点 港股方面 恒指亦临近收市 最新报19,160点 跌251点 国企指数8,053点 跌117点 大市成交571亿 先和郭Sir讲一讲大市 看到今天就已经是低开150几点 现在就跌255点 曾经是跌超过300点 在大概下午的时候 那是不是来着的后市 或者今天的市况 其实是不是都是跟随一些 大的企业的业绩去走呢 其实怎么跟呢 恒生好你就跟不到恒生 汇丰不好就跟到汇丰 那就是市场的避险心态又再延点了 主要的原因都来自油价持续都还是低迷的 因为供过于求的情况根本上没有法治改变 油价的下跌带来一个很大的隐忧 就是相关的一些油商 在过去一段时期 向金融公司 向银行的贷款 其实今年2月5月有很多已经到期了 如果你说油价持续下降 就是会令到油商财政有困难 财政有困难就是还不到贷款 可能连贷款的利息都还不到 这就叫做债务违约 一旦去到违约的时间 相关借钱给他的金融机构或者银行 就要面对撥秘的风险 如果说的银码是一二十亿美金 当然不是问题 但现在说的银码是以千亿美金算的 其实带来的影响会比较大 所以解释得到 在油价持续低迷的情况之下 由去年第四季开始 市场的避险情绪一直持续升温 直到现在这分钟都没有改善过 没错 市况是处于一个反弹的形态之中 但你看看成交金融 就看到资金入市态度是相当保守的 包括一些股份公布业绩好的 股价只不过是整固 不会有太亮丽 因为股份的走势 就在经济或者集团盈利的前头 简单说 今年第一季第二季以至第三季 如果是好的 股价现在先升 就算去年不好 现在都可以先升 因为是反映前景 相反来说 就算去年比较亮丽也好 如果今年的情况比较差 股价最多是增持整固 要走上去 步伐还是比较慢 反过来 去年差的话 相信今年更加差 那就不用说了 看看汇控 看看 渣打股价已经可以涨了 股价是会进一步收额的 这个对整个大市来说 会起了很大的制肘作用 因为 適逢大市是处于一个 中期 调整完成了的一个反弹形态之中 但是我这些基本因素 不是那么配合 而且最重要是 市场的资金 仍然还是高度避险 你看回这一两天 市场是咬着19,500点也好 但是没有上冲的力量 由18,278点的反弹初期 买盘是来自一些回报的买盘 或者有部分的趁低和吸纳 但是去到19,524点 头踏尾已经升了一千多点上来 你要再进一步向上推升 事必一定是有些新的资金 在这个水平再进一步追捧 但是现在看不到 所以我们要看两件事 现在你暂时先看恒指 会不会持续稳守在10天和20天线流上 这点是技术上的走势 对后市的走势的启示性很大 第二要看成交金额 无论你看19,800,000 200,000,200,000,200,000,200,000 看多少不是问题的 先看成交金额 如果成交金额仍然还是 500亿、600亿多一点 老老实实 市没动力 你没动力 你怎样可能发挥到上冲的力量 所以两样都要留意 如果比起我 我就觉得暂时辞形就比较好一点 好啊 吴嘉郭sir 讲完大事跟你讲一讲 今天的焦点股份 有编号880的澳博控股 今天的跌幅都非常明显 曾经是跌超过一成 现在挨近收市 都是跌百分之九 都是挨近一成的 报5.05元 看到其实它公布了它的业绩 澳博去年是小赚6.3元 顺利去到24.7亿元 末期息派15先 看到大网亦都给予了一些大网报告 指澳博去年全年合共派息25先 即是全年的派息比率高达57% 低过2014年的大概是70% 大网对有关的派息水平感到失望 因为澳博有强劲的资产负债表 而首头的现金淨值是有160亿元 足以支持到2017年完成的上普京的资本开支 约是230亿的一大部分 高盛将澳博的目标价由7.1下调5.6% 去到6.7 维持中性的评级 看到大网都是吸引中性的评级 但好像市场对于它的业绩不是很收货 今天跌了成一成 你又怎样看呢 几样东西的 大家看看几年前包括金沙、银鱼 在澳门那边 其实新项目不断地发展 即是市场的变化越来越大 但这个变化是来自人家的不断发展 反而澳博一直都比较保守 在整个博彩业务来说 它所占的百分比是越来越小 人家就越来越大 这个是已经没办法 因为在一个起步点来说 它真的比人慢很多 直到现在才有新项目的发展 好了不紧要新项目发展 但这是远期的投资 不会说今天投资这个项目 明天就会有收益 问题就是发展这个项目 如果动用的资金也会有200多亿 没错 手上是有现金 可能澳博就希望 不要动用太多的一个贷款 希望尽可能有内部资源 慢慢慢慢去发展 做生意来说稳定是很容易的 尤其是在环境 气候不太明朗之下 不过去慢再起步点 这个就没办法了 另外一件事就是派息 如果有这么大型的发展项目 预留多些现金在集团里面的发展 其实不是一件太坏的事情 不过当然股价就比较差了 一个列口低开 应该在差不多全日的低位收市 就是今天之前去薄反弹 参与了一些短线入市的那些 今天一开出来已经是没路走的了 如果理性的止蝕的 就应该就止蝕 如果不是的 它的股价跌下多些跌下多些 一旦跌穿了5元的话 可能追股或者止蝕的股价 还会更加多 好 那我们一起跟随这个板块收市的造价 银鱼跌百分之一 奥博控股跌一成 金沙中国跌近百分之三 永利澳门跌百分之二 新豪国际跌百分之二 美高梅中国跌一毫三仙 报三个七毫八 另外再跟郭sir讲一讲 322有康师傅 今天看到康师傅今天创了52周的新低 盘中低是七个四毫六 今天的收市报七个四毫九 跌幅超过百分之六 亦都是恒指成分股当中 表现最差的一只股份 见到大网及与大网报告是指 康师傅近期发出刑警 估计2015年的盈利 按年要跌三成半至四成 是远比该网和市场的预期差 由于收入增长过万 难以产生显著的营运杠杆 预料2016年的整体收入要按年跌百分之二 2017年才可以升百分之二 因为缺乏成功的新产品 评级由中性降到去跑书大市 是否都是刑警令到它今天股价 都要创了52周的新低 其实由很高价跌下来 比起以往三十多倍的市盈率 现在的市盈率也是十三倍 内地经济不明 加上消费也是转差 本来想着中高档的消费品 才会受影响 那碗公仔面都会受影响 真的拗了头 不过吃得多真的没什么益 健康不是那么好的 不知道是否大家现在睡醒 吃得太多不好 寧愿烹饭吃得好 估论怎样也好 业绩放慢对康师傅来说 已经是一个警号 如果未来的情况也不能改善 市场比的估值将会进一步保守 但我补充一句 14亿人的中国内需市场是很庞大的 如果一只内需股有一定的品牌 如果市场比较大约13到15倍市盈率 这个是不为过的 所以我的看法范围不是那么淡 除非一些突然其来的因素 或者利淡因素造成一新一样的冲击 否则应该都不会太差的 那只是过去有个估值比较高的意思 好 谢谢郭先生长迅的分析 见到恒指全日收 市报19192点跌222点 国企指数8061点 跌1068点 大市成交606亿 这次时间差不多了 先和郭sir做新报 刚才提及过的股份或者指数 相关资产你有持有吗? 没有